到底到底它有没有用 这个根本不防水不防汗 这个垃圾好玩 Hello大家好 我是Iko 欢迎回到我的频道 大家好久不见 上一个视频还是在国内录的 然后这个视频我就已经又回到LA了 在那一框的空瓶 大家也知道 因为我已经其实没有好好的录视频 有两年多的时间了 这两年的时间 我不怎么去很用心的在护肤这件事情上 然后空瓶也是没有说好好的把它积累下来 所以这些空瓶呢 应该算是我比较认真的回来攒的一些空瓶 大概有四五个月的样子 那我们就废话不多说 赶紧先开始今天的视频 第一个产品是我这里面唯一空调的一个卸妆类的产品呢 就是这个Case Me的睫毛膏卸除 也这个是老朋友了 应该不用再我多跟大家介绍了吧 过去的两年化妆的频率没有那么高 所以我卸妆产品啊 包括彩妆品的空瓶就非常非常的上 瑞妍他们家的这个洁面的凝胶 它叫Gentle Purify Cleanser 我觉得这个真的超级的好用 它是那种非常非常水润 有一点点懦置地的那种褶礼 有那种水疗SPA的一个感觉 它呢上面写的是可以当做makeup remover来用 但是清洁里你在脸上洗起来是感觉非常的丝滑 你觉得没有觉得那种就是洗得很干净的感觉 所以我不是很建议你们拿它来当卸妆的产品来用 Orbis的U系列的洁面 这个洁面我推荐过很多次 就是在我为数不多去年录的两支视频里面 基本上都出现过它的身影 它挤出来是那种非常非常绵密 很厚实的一个泡沫的一个质地 然后你只要一点点就可以把脸洗得非常非常的干净 但是呢我是觉得它在山东的冬天 因为我正好冬天的时候回山东了嘛 我觉得还是有一些些干涩 所以我觉得它更适合中性偏油肌这个 或者混油体的妹子们去入手这个 柯润的这个大喷 也是在我为数不多去年录的视频里面 反复提及到的一个产品 就是我在日本买了之后就疯狂爱上 它的喷头喷出来非常的细 它里面是有美容液成分的 所以你喷上脸之后你会有那种 好像是拍了那种化妆水在脸上那种柔柔的那种感觉 这个的话也是绝对绝对会在我的回国榜单上的 Papa的这个J露 这个也是一个很老很老很老牌的一个朋友 我是这次回来之后拿它当师傅来用 它维稳的效果真的非常非常的好 这个牌子呢是没有任何香料添加成分的 所以孕妇也都是可以安全使用的 很推荐给你们 还有一个化妆水呢 是Vamont他们家这个Vetal Force 我没有把它单独做一个化妆水使用过 因为我看很多攻略啊什么说是要配他们家的那个面膜 然后作为二次清洁水 我就是按照那个方式去使用的 总体来讲我觉得它就还蛮一般的 我没有什么特别的感触 只是每次用它二次清洁完之后你会感觉皮肤有一点点凉凉的 然后that's it 你不会觉得它有一个什么更好更明显的一个功效 所以就把它当做一个小小奢侈的一个护肤体验吧 没有什么特别的感触 他们家的这个VC精华 这个其实是他们PR寄给我的 他给我寄了一个他们家的VC精华 还有他们家一个VC的面霜 这两个产品在去年夏天的时候真的拯救了我 它是这种非常非常清爽的一个遮理质地一个感觉 滚油皮会非常喜欢的一款VC的精华 所以我自己很很爱 前两年的护肤真的就是可以说是懒到极致了 就是能减少用的产品减少用的产品 然后能在偷懒不护肤的情况下不护肤 然后我发现其实我的皮肤并没有变差 就是所以我现在就是有一种很 不知道该怎么样讲这件事情你们懂 空了一个这个CEF的精华 是修理可他们家 还有三只他们家这个小样 我觉得修理可家的产品 就是如果你有预算的姐妹们 你就直接入是比较安心的一个选择 但唯一我不是很喜欢的一个点 就是它真的很容易氧化 而且它在脸上也很容易氧化 有的时候你一天下 你会发现那脸好黄啊 而且还会染到衣服的领子 就是你知道就是护肤的时候 你难免可能偶尔会蹭到一点点衣服 你看不太到 你就会沾上就这么很恶心 B1精华这个也是用过很多很多 其实修理可家产品我已经断断续续的用了得有个四五年吧 真的是蛮长时间的 然后这个产品真的是我非常非常推荐的一个产品 它晚上看我画了一个效果特别好 我前面一段时间懒的时候 我直接把它当面霜 因为它挤出来是有一点那种硅杆之地的 它比较厚一点 所以我基本上前面可能涂一个保湿精华 然后再涂一个这个我就直接睡觉了 就是皮肤并没有变得更差 而且反而第二天早上起来皮肤还状态蛮饱满的 所以我很喜欢这个产品 然后还空掉了一个15毫升的他们家的小灯泡精华 应该是叫发光瓶吧还是叫什么 这个其实是我才尝试的一个新的单品 我通常的话就是一般晚上跟刚刚那个B1精华一起叠图 或者是早晨跟CFE一起叠图 自己本来没有觉得有什么特别的功效 但是我那段时间见朋友 有朋友跟我说说你怎么这么白 所以我觉得应该是有一些效果 然后它再叠上这个防晒 你出门什么就完全没在怕的 所以就是抗氧化抗老 加上体量三个全部都做到之后 我觉得基本上你的护肤步骤不需要再有太多的一些其他的产品进来了 就已经完全足够了 还有一个他们家的小样是果酸石Renewal Overnight 我是前段时间皮肤觉得不是有一点点小颗粒感 然后我就用了这个我发现真的超好用 你刚开始用上可能会有一点点刺痛的感觉 但是你第二天早上前摸你个脸真的超级丝滑 非常非常的丝滑 因为我很久没有用酸类的产品了 所以我的皮肤就是吸收的非常非常的好 然后我就很爱这个产品 这个呢我之后应该会去回购症状 还有一个产品是这个Sofina的这个土台美容液 它在夏天的时候用真的非常舒服 它挤出来是碳酸泡沫质地的 但你要说它有没有帮助后续的产品吸收的更好 我的答案是我没有什么特别明显的感觉 我发现我现在做一些产品的review都变得很理智了 就是我会就是想很多 我觉得真的很认真在思考 到底到底它有没有用 但是我觉得这个东西主打的就是一个护肤的舒适感 你想用它那你就用 你不想用它那就不用买 就是一个这样的产品 润百炎的刺泡精华 我其实小红初有发过关于它的那个review 就是我出门旅行的时候带它 我觉得这个小小只当保湿的精华 你出门旅行带真的非常非常的方便 但是有一说一 我真的不知道这种刺泡跟普通的那种 瓶装的玻尿酸有什么区别 你知道吗 我觉得除了就是便携程度以外 对我来说上面没有任何的区别 review的这个眼霜 这个眼霜也是用了蛮久的了 看到了吗 整体的这个使用感啊 然后它的这个滋润度也还都不错 我觉得蛮适合冬天用的 其他的话你要说它真的有抗老 提拉紧致的效果 我觉得就还好 那么这两个被我卷到都看不出来的小样 就是滋生糖的月威系列的眼霜 这个产品呢就是我觉得可以无限回购的那种 抗老的一个产品 你不按眼霜 敷他们家的眼膜 你就会真的发现你眼下这一块 膨起来是真的会有真切感受到的 面霜的部分呢 其实主打的也是一个可以相对省略的一个状态 大家可以看到我现在手头上空的面霜 就是Believe和这个切尔式的这个 这个呢我会觉得更适合秋冬一点 那这个我觉得更适合夏天一点 基本上前两年的护肤诉求就主打的就是一个抗氧化和保湿 我就是很喜欢这两个产品 而且这两个产品价格呢也都没有很贵 LAMARE的这个Cool Gel Cream 我觉得这个也很好用 这个的质地也是那种很褶离很透 有点像那种炸弹霜的一个感觉 所以这个如果后面我那些面霜用完了之后的话 我可能会考虑在夏天的时候回购它 它的保湿效果也还是挺不错的 DPB他们家的这个日霜 这个日霜真的很好用 它的这个质地有一点点润润的那种感觉 而且它自带SPF值22的防晒 所以其实如果你日常做办公室的情况下 你直接就涂一个这个日霜 我觉得就是足够了 我觉得这个产品是比较适合混干皮一点点的 跟刚才那两个面霜的质地完全不一样 所以大家就可以根据自己的肤质的需求去选它 那你们吐槽一个防晒 就是修丽可他们家的这个 这个防晒啊我跟你们讲 这个也是我买东西送的 而且我这个方式看到没 就是李佳琦直播间教的 把那个盖子弄到里面 然后把它挤成了一个那种正装 这三个加起来大概有快30毫升 我刚开始涂它的时候 我觉得它的质地真的超级的好用 就是那种涂在脸上是干爽的那一种的防晒 不是那种油油的 然后也不是很水润 很适合现在这个季节 很适合这个夏天 但是我的妈 我不知道为什么它搓泥搓的这么厉害 它这个我上底妆 就是我那个气垫粉扑就是盖在脸上 它马上就开始那种搓屑屑 我想说这是在干嘛 我以为是我中间隔的时间太短 它还没有在我脸上成膜 所以我就说那我去重新洗遍脸 让它在我脸上待的时间久一点 成了膜之后我再去上底妆 后来发现根本没用 所以我想太多了 然后我就想说 OK那我不用它再作为妆前的防晒了 我就是正常出门去健身房运动的时候 我涂一个防晒总可以吧 我的天哪 一个半小时下来 我的脸整个就是像花斑豹一样 就我一个很好的女孩子 看起来整个人很脏兮兮的感觉 我觉得真的很受不了 就根本不防水也不防汗 没什么好说的 绝对不可能回购的产品 然后剩下这三个防晒呢 我都超爱 首先呢是这个IPSA的一个白瘦子 这个防晒我非常非常喜欢 它是那种乳液之类 但是它涂在脸上是比较拔干一点的 所以混油品应该会很爱 如果是你像我一样 就是是可能会觉得太干的情况下呢 我会比如说涂一个保湿的一个精华 然后再涂这个 你一整天就不会觉得脸很干 但如果说是那种像很热 很容易出汗的暴晒的夏天 你涂这个应该会非常非常的爱 所以这个呢 也是我之后会一直回购的一个单品 然后空了一个戴科家的防晒 这个也是我空了 不知道大概第四五六七个了吧 使用感对于我来说是非常漂亮的 因为它非常非常的水 你挑不出什么太大毛病的一个单品 大家推荐一个防晒 这个防晒呢是 也是Orbis他们家的一个叫 Rinkle White UV Protector 它是一个美白的防晒 这个我真的爱炸了 给大家看一下它的这个质地 就是这种很舒服 很丝滑的一个乳液的质地 保湿度特别特别的好 然后你用这个 也是可以把它当作面霜来用 你就完全足够 所以我真的很推荐给干皮 混干皮中性皮的妹子们 去用这个 真的我超爱 而且它跟后续上妆也不会打架 华尔曼家的这个面膜 一个是他们家那个什么 更新面膜 Renewing Pack 然后一个是他们家这个 Purifying Pack 我觉得这两个都非常的好用 我用这个更新面膜呢 就是搭配他们家的清洁水来用 就是整个感觉就是有一种 比较维稳 然后比较润的一个感觉 倒是不会觉得说 它有一个特别明显的功效 你皮肤一下提亮 但是就感觉整个皮肤变得很嫩 所以这个产品我觉得还不错 但是你要我去回购的话 也是再说的事情 然后我觉得这个产品是蛮好用 就是他们家的一个清洁面膜 它整个可以把你的脸上的脏力 吸附得很干净 黑头白头这些 它用完之后也是会浮出来 然后你用小的那种捏 或者是用那种化妆棉 一擦它就很容易就擦出来了 而它这个质地是那种比较润 比较适那种浅浅的黏土的感觉 它跟那个IPSA的那个面膜 感觉很像 我觉得算是我用的 泥状清洁面膜里面 比较好用的一款了 片状面膜的话 其实我用的 留的这几个 都还是比较典型的一些产品 很多都是我 这两年才开始尝试的 一些国货的品牌 但我昨天晚上就用了 这个虾青素的这个面膜 整体我今天早上起来的感觉 就是我的肤色很亮 皮肤看起来状态很好 很精神的一个感觉 所以这个我应该会去 持续回购的 它价格也不是很贵 那米贝尔的这个乳液面膜的话呢 我是去年在我出差的视频里面 也跟大家推荐过 我觉得冬天真的太需要它了 国内北方的冬天 我真的是爱榨了 你知道吧 就是如果我没有它 我的脸可能会整个干到脱皮 然后这个呢 就会让我觉得整个皮肤 用下来非常非常的舒服 诺娜的这个修复冻干面膜 也是我前段时间皮肤 有点过敏的时候用它的 我觉得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啦 就敷完之后真的有舒缓到皮肤 但是就是用起来太麻烦了 而且我觉得它里面这个 这个冻干液 它没有办法完全把那个面膜 浸湿你知道吗 它就是你放在里面 还有的时候那个面膜 你得你得自己去揉一下 它可能还会有干干的地方 所以我把它敷在脸上之后 我还会再去用雅样的喷雾 喷一喷它让它整个保湿 这个面膜质的一个湿润度 不然我觉得好像就比较干 很快可能就干掉了 我正来讲这个还是不错的 80分吧 然后现在手头也都还有存货 还有国内风很大的 这个欧莱雅的这个保湿的这个面膜 安平保湿的这个面膜 我觉得也还不错 但它就是一个比较普通的 一个保湿面膜而已 这个呢就是一个老朋友了 这个是金美金的3D面膜 这也是老网红了 很多很多年前就很火的一个产品 我就是前段时间偶然间用到它 还是会觉得很好 因为它真的这个服贴度啊 这种立体剪裁 会让你觉得很舒服 但它也就是一个很普通的一个 保湿面膜 大家如果有别的选择 可以买别的 一个滋生糖的月威眼贴 这个就是跟月威眼霜搭配使用效果 就是一加一大于二的一个效果 真的可以让你疲劳的眼周肌肤看起来 就是更紧致 更饱满的一个感觉 这个刻润的面膜不用跟你们多说了吧 就是一个垃圾好吗 就是非常非常难用 我在那个购物分享视频里面 跟大家讲过 就秉持着我对那个喷雾的滤镜 然后用它 它的剪裁真的超级烂 它的嘴的那个剪裁 可以整个到这个地方 我不知道是给 是给谁用的 你知道吗 所以就真的很无语 好 以上就是今天全部的内容啦 希望你能够喜欢今天的视频 真的已经很久很久没有给大家这样 坐下来来做这一类分享的视频了 希望以后能够有更多的机会给大家做分享 那就我们下次再见吧 拜拜